庆贺三月初三日 北极真武玄天上帝 帝爷公 圣诞万寿 福佑信众福生无量 公祝各地分灵显化 北极真武玄天上帝 帝爷公 信徒满天下 本庙供奉主神 北极真武玄天上帝 与湖北武当山玄地祖庭 河北武安古武当 广东佛山祖庙同源 一脉相承 祝贺真武玄地圣寿之妻 武当路途遥远 善心大德可就近亲临 台中市南区 北极玄元宫 真武大地庙 道观 参业 真武玄地 朝礼宝像 祝寿庆贺 童墓神修 福寿康宁 福生无量 玄天上帝 全称北极镇天 真武玄天上帝 荡摩天尊 常被简称为北帝 真武大帝 或玄天上帝 俗称上帝宫 上帝爷或帝爷宫 其象征北极星 与思想中的玄武 为同理北方之道教大神 北方在五行之中属水 能统领所有水族 与水上事物 故间海神 因北方在五色中属于黑色 又称黑帝 北帝的神格既为水神 也是降魔扶妖的神 也是战神 更加是护国神 玄天上帝的人格化 既源于北斗七星 其神像自不免 与北斗七星有关 宋代玄天上帝宿下 多细批发赤足 或头戴圆帽 手持北斗七星剑 右脚踏蛇 左脚踏龟 宋真宗时 未必尊祖赵玄朗之慧 将玄武改名为真武 原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 称 真武神君原为 竟乐国太子 长而勇猛 誓愿除尽天下妖魔 不统王位 并将太和山改名为武当山 意思是 非玄武不足以当之 宋朝 照封为真武灵英真君 元朝 又加封为 元圣人威玄天上帝 成为北方最高神 明初 朱棣称帝后 特加封真武为 北极镇邀真武玄天上帝 由于帝王的提倡 真武神的信仰 在明朝达到鼎盛阶段 宫廷和民间 普遍建立真武庙 现在道观中 供奉的真武神像 旁边常诉有 龟蛇二将 待窥冠甲 十分威武庄严 玄武乃元始化身 太极别体 上三皇时 下降为太始真人 中三皇时 下降为太元真人 下三皇时 下降为太乙真人 至皇帝时 下降为玄天上帝 这是有关玄天上帝 元始化身的记载 文中元始 为元始天王 太极别体 来表明玄武的来源 与天地未分之前 对于玄天上帝的 升平历程记载 最为详细的 当推混动赤文所载 玄帝乃于皇帝时下降 赴太阳之经 脱胎于靖乐国 善慎皇后 身孕十四月 则太上八十二化也 事实 正当上天开皇初节下世 遂见 甲长三月 勿长初三日 甲银耕武时 玄帝生而神灵 长而勇猛 不统王位 誓断天下妖魔 救护群品 年十五 辞父母 而寻幽谷 内恋元真 玄帝念道专一 主感 欲清京族子元君 传授 无极上君元君 告玄帝曰 此可越海东游 立于一针下有山 玄帝乃如诗言 越海东游 而赶天地授予宝剑 其名曰 北方黑池哀角 断魔雄剑 此可配此居山修炼 降伏邪道 收斩妖魔 真五玄帝 为敬乐王子 自不必为生活 宰诸杀羊 为了道业修持 也无暇去从事 杀生罪业俗事 而各地传说 真五玄帝 出生屠夫 为屠宰业祖师爷之流说 实为无稽之谈 且对真五玄帝 大为不敬 日后凡信奉 真五玄帝 信中 不可采心渲染 请依正统道葬记载 显盛世纪渊源 追溯根源 以众神格 一脉传承 武当真灵 平安绕境 护佑苍生 结成欢迎 各地宫庙 信中大德 历临 指导 联谊 交流 会乡 福生无量 台中市南区 北极玄园宫 道观 导航庙址 台中市南区三民路 一段五号之一 参访联络电话 04-2265-6052 卢元熙道长 三民路一段 高架捷运 武权车站旁 三民路与复兴路交叉口 加油站隔壁 老爷大厦斜对面 上帝爷公庙 欢迎公堂 有缘信众 分灵朝拜 公堂分灵 神威显赫 既是万民 信众分灵 镇宅平安 万事如意 神威显赫 神威显赫